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月19号收到陪生邮件告知受理复议 3月25号收到陪生邮件回复告知复议失败 它的复议的原因 设备问题 整个周期 大约一周 几个建议分享给同学们 一 如果考试过程中耳机或者电脑设备出现故障 务必当场举手示意兼考老师 不要等到出了考场才想起来要反馈 二 复议成功的概率一般会比较低 三 复议需要发送邮件给陪生客服 记得附上复议原因和成绩单 3-7様 aaaaa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